中国调查欧洲贸易投资壁垒 建立标准与规则必须敢于亮剑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中国商务部网站7月10日消息 中国商务部在6月17日收到中国积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正式提交的申请书 申请人请求就欧盟依据关于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对中国企业调查中采取的相关做法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有人问中国在干什么 什么意思 简单解读一下 你依法调查我 我依法调查你 法律都是各自的 最后拼的是实力 你们欧洲 如果感觉到可以失去中国市场 那就随便打压中国企业 如果你们没有实力 还要以身试法 那么你们很快就会得到答案 这个非常的明确 这一仗中国必须对等还击对欧盟进行对等报复 为什么 因为欧洲和中国在争夺什么 在争夺标准与规则的制定 这一仗如果欧洲打赢了 那么欧洲就树立了他的贸易壁垒 如果中国打赢了 那么中国就打破了欧洲对这个领域的标准垄断 所以这一仗只能胜利不能失败 一个小小的针对各自的贸易壁垒调查 其实背后是保护标准与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亮剑 不能躺平 不能等着 不能不作为 根据消息 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以及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的有关规定 针对欧洲的铁路机车 光伏 风电 安检设备等产品进行立案调查 调查期限 2025年1月10日之前结束 南华早报对此有一篇报道 欧盟对华贸易壁垒是否公平 北京新一轮调查 要求欧盟采取行动后 给出答案 言外之意 欧洲调查中国企业是欧洲人的权利 但是欧洲人采取的行动是否公平 这点中国人说了算 中国会依据自己的法律 去评判欧洲的调查行为是否公平 什么意思 你可以调查我 但是我要对你的调查进行打分 那么有人说 欧洲可以说我不承认中国的法律 中国这个法律是随意性执法 或者说中国没有民主 中国没有法治 没有按照西方的标准 所以欧洲不成立 你可以不成立 你不成立 你也不承认 无所谓 知道为什么吗 只要中国判定欧洲这种行为是不公平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中国怎么办 针对欧洲的企业 然后把这些企业赶出中国市场啊 很正常啊 为什么这么说 法律是干什么呢 法律难道是为了维护什么公平正义吗 不是这个样子的 法律是维护各自的利益 关键点在这儿呢 你用你的法律调查我 我用我的法律调查你 他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实力啊 你可以不承认我的法律 那你觉得我承认你的法律吗 也不承认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双方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 在这个新的平衡的条件下 可能欧盟占据上风 也可能中国占据优势 那我要的是什么 是中国占据优势 这就是贸易战最后想得到的东西啊 你随便对我采取行动 但是我可以依法评判你的行为 是否是违法的 然后依法依我的法 对你进行报复措施 然后因为是依法的 依靠我的法律 那我对你的报复措施 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这是关键点 说实话 我非常欣赏中国的这次做法 我也非常欣赏中国的策略 那有人问为什么 咱这么说 有时候仅仅一个小小的贸易壁垒 调查都是充满着地缘战略学问的 中国为什么要在欧洲对中国采取行动之后 对欧洲的行动本身是否公平进行调查呢 那有人说这玩意儿的结果不已经确定了吗 肯定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还需要走这个过场呢 咱这么说 走过场是必要的 对于咱们来说 你认为这类调查是走过场 那是因为咱们有实力 但是作为那些没有实力的国家 这个流程必须要走 而且要让大家看到 中国在干什么 在全世界面前杀鸡儆猴 把欧盟做成标本 你想欺负人 你欺负人的日子到头了 西方列强在东方架几门大炮 就想让一个国家屈服 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说句老实话 欧盟对中国企业的这类调查 它在全球范围内没少干 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吃过这个苦头 心里都有怨言 我们之前也经常看到 欧盟调查美国大厂反垄断 然后开出巨额发单 其实有人问 美国为什么默许欧洲这么做呢 原因很简单 美国政府之所以默许欧盟这么做 是因为美国在之前的很多年 通过很多见不得人的手段和方法 抢夺了欧洲大量的优质资产 并且牢牢的控制住了欧洲的标准 然后为了安抚欧洲人的情绪 毕竟欧洲是美国的盟友 所以故意留下了这个缓冲区 这个关键点在于 我们要明白这些贸易冲突背后争夺的是什么 如果仅仅是因为市场 那么想必就太天真了 让我们再回到美国 默许欧洲调查美国大厂这件事上 并且征收巨额反垄断罚款 甚至这些大厂被美国政府要求主动快速缴纳这些罚款 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 欧洲你可以随便对我采取措施 你可以随便处罚我 但是呢 我控制了你的一切 比如说 在个人电脑方面 在互联网通信领域 欧洲几乎一片空白 被美国牢牢的控制住 假如美国拔掉欧洲的这些项目 可以一夜之间让欧洲倒退回石器时代 也就是说 在我美国控制了你的一切之后 我控制了你的标准和规则之后 你的罚款本身也是有限的 如果你把我这些大厂惹毛了 我这些大厂可以放弃你 把你放弃之后 再让你第一时间失去一切 就这么直接 那有人说可以有第二套标准 可以有第二套规则吗 但是有第二套标准 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期 而美国可以抓住这个过渡期 让欧洲损失特别的大 这种损失是欧洲人不可能承受的 也就是说 欧洲在调查和罚款 美国大厂的时候 本身是要掂量一下自己实力的 欧洲的罚款肯定要掌握个度 那毕竟美国控制了他的一切 但是关键点是什么 关键点这些罚款的背后 美国正在帮助欧洲树立一个形象 同时美国也想延伸自己的标准 不要忘了贸易战贸易冲突 它争夺的不仅仅是市场 而且市场是很小的一部分 更关键的是标准的建立和规则的推广 当我们有了标准有了规则 我就等于说我战胜了对手 而这毕竟美国欧洲之间的默契 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可没有类似的默契 美国默许欧洲调查美国科技大厂 并且诉诸罚款 还有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帮助欧洲建立所谓贸易公平的形象 以及标准的权威 当这个形象被建立后 欧洲可以针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企业进行调查 用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作风来背书 用来攫取更多的利益 进而形成这样一个产业链条 美国掠夺了欧洲 欧洲掠夺了全世界 最后美国掠夺了全世界 欧洲通过掠夺全世界得到了补偿 美国通过掠夺全世界加强了自己的实力 所以这一次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 中国对于欧洲这种行为公平性的判断 变成了关键一仗 只能胜利 不能失败 有人说中国在走过场 那欧洲不也是在走过场吗 所谓的反补贴 欧洲做的比中国还要多 欧洲补贴自己的企业比中国还要厉害 所以关键点是什么 目标争夺的是什么 目标争夺的是标准和法律 因为法律是维护标准权威的一种方法 欧洲调查中国在美国的协助之下 欧洲如果能打赢这一仗 之前从美国那里失去的 从其他地方可以补回来 当然了 这是他们不切实际的想法 而中国正要向世界展示 欧洲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中国调查欧洲做给全世界看 特别是参加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他们没少受欧洲人的气 这次等于说大哥给伙伴出气了 中国需要通过打败欧洲给自己的标准和规则 树立信心 同时告诉第三世界 我不允许欧洲欺负人 现在我把欧洲打败了 把它做成了标准 以后如果欧洲敢欺负你们任何一个国家 有大哥给你们撑场子 就是这么直接 所以还是那句话 罪翁之意不在酒 一场表面上看似不起眼的贸易壁垒调查 背后是暗藏着激烈的 有关标准与行为规则的竞争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